你如果2020年你存金融股的 你受傷 講的也不是金融股不好啦 只是說他正在衰而已 其實袁大金不是壞學生 袁大金你給他看 過去五年獲利都是成長的 只是他配息很小氣 他配個30% 40% 就很小氣啊 所以說拜託一下 馬老闆可不可以大方一點嗎 我自己也是有一些金融股 金融股其實還蠻多 金融股最多的大概就是 中信金 中信金我記得 我沒記錯大概500張左右 袁大金 袁大金在2020年大概買了500張 動不動500張小編好羨慕 中信金反正每年就配一塊錢 我幾塊錢的成本配一塊錢 我就把它當作經濟母 下經濟蛋 零鼓勵 安穩的零鼓勵 為什麼買袁大金 去年就是金融股 我增加最多就是袁大金 為什麼加碼袁大金 你看 2020年的金融股指數 其實金融股指數 它沒有回到原來的高點 年初的是在高點 後來三月崩下來 接著爬有沒有回到高點 沒有 沒有 很多金融股是沒有 但是唯一例外的是 就是比較有例外的是 原大金 原大金它的股價就一路這樣上來 因為就是受費嘛 受費是全世界這種資金行情 資金行情到了股市去 股市去 那原大金它就是收什麼 收證券業的嘛 然後像它證券 證券那個手續會 它的獲利就很高 所以說我就利用這樣子 在2020年 我就趁著它股價 肺炎這樣疫情下來的時候 跌到14塊我就慢慢接 然後它除錢其實前面 然後16、17塊我就慢慢接 它就買到了我自己要的帳數 原大金它的股價都相對落後 你看它目前20塊 本益比大概10倍而已 本益比大概10倍 可是你看那個玉山金 本益比大概16倍左右 照方金本益比也是相對高的 為什麼相對高 因為它表現比以前比較好 可是這兩家2020年都會率衰退 金管會好像要限制股立法房 這個又要怎麼辦 那從這裡我們又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去看那個 我拿兩個做麻豆 純屬當麻豆說明 純屬當麻豆 就是說 我剛剛講到就是 趙鋒金跟中信金 趙鋒金股價 你看股價是中信金 大概多了50% 中信金19塊多 我記得趙鋒金大概29塊 如果從2019年獲利 大概都賺2塊2.0 都差不多 但是咧 趙鋒金比較大方 賺2塊可以配到1.7塊錢 中信金它賺2塊只會配1塊錢 所以說你從這裡也可以看到 趙鋒金它的 盈餘分配率相對的高 相對的高 80%甚至90% 那這裡就一個問題 如果說假設 假設政府要去限索 那我們從這裡看一下 趙鋒金它過去都配80-90% 但是它2020年獲利是衰退的 那你看它盈餘分配率高 獲利又衰退 請問你被砍的機率高不高 相對高嘛 但是中信金呢 獲利也OK 這到以前盈餘分配率 就本來就只有50% 砍的機率高不高 不高 為什麼 因為人家是賺2塊配1塊錢 你怎麼可能再把它砍到0.5 我們有哪一些是座駕差比較適合 座駕差我們就是說 第一個 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買那個 陽明跟長榮 我大概 我只有持有兩個禮拜 玩一玩啦 賺零用錢而已 不會大量去投資它 不會像我買那個什麼 原來買個500張 我就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反線就是看趨勢 當你看到台積電在飆 你就要去注意聯電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越來越被大家買不起 就會跑去買聯電 所以說 你看到這個趨勢的時候 你要去追 你絕對不要說 追到山頂上了 你就要小心 那你如果要做駕照 還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你去做那種 假設你不小心被套牢了 你還有鼓勵可以領的 那這一種就是說 一般就是所謂的高股息的ETF 比如說2020年 你說那時候股災 股災那時候 你如果說去買 我也去買0056 我記得他買了170張 我記得他配1.6 但是我買在21塊多 後來漲到30塊 你看 你賺這個價差 會不會勝過那個鼓勵 坐駕叉友私藏名單 其實我自己也在觀察一些股票 現在是冬天 對啊 存外套的 存數舉例 你有興趣你去看一下台灣高鐵 在夏天的時候 他有兩大利多 第一個就是要除息 台灣人看到他除息就喜歡去追 然後再來他夏天 他又是怎樣 營運的旺季 每次除息前 夏天都會一路這樣上去 你如果仔細看那個價差 高達30% 40% 那表示什麼 冬天買 冬天買了 慢慢等 統計過去兩年 你可以賺到30% 價差 這個就適合 萬一你買了台灣高鐵又跌怎麼辦 沒關係 台灣高鐵倒閉機率高不高 不高嘛 統一超也是這個情況 那他2020年7月除息他 我記得股價有突破300 但是除息又一路貼下來 跌到250幾塊錢 你看到300塊跌到250幾塊 你跌了40幾塊 可是他除息9塊多 你賺9塊多的股息 你賠掉40塊 價差不划算 所以說小氣一樣的概念 小氣一樣的概念 除息後便宜的時候去買 電信三雄也是這個情況 這些股票就建立你 就是說 除息後貼息再去買 放到隔年除息前 賣掉 賺價差 2021年 小心哪些地雷股 建立你避開的 避開就是說 因為目前看起來 全世界還是一個資金行情在 你現在看到的是過去30年的高點 但是可能是未來30年的低點 那意思就是說 股市如果在這麼熱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就說 例子高點了 1萬是1萬5了 怎麼樣 放空 最簡單就是買T50反E 00632R 可是你一放空以後 可是股市這樣衝衝衝的話 就被嘎了很慘 就受傷很嚴重 那再來就是 可能你會去買一些恐慌指數 負方LIX 這些都是買進期貨 所以說你如果說看錯方向 強烈建立認賠 那你自己設定 比如賠5% 10%你要跑 這些你絕對不要抱著 這結束了 我們來聊一兩題輕鬆的 好啊 什麼時候結婚 所以我要做挺一點 還是就這樣子靠後面 我們想要輕鬆 輕鬆如果擦在桌上 是不是太輕鬆 不行 不行 一些業配之類的 你有什麼心得 其實也不能夠叫業配 其實我們往好的地方講 就是我們幫助這些中小企業 讓他有管道把商品銷出去 銷出去 再來我們網友可以買到 相對便宜的 當然我們就收一點點費用 大家也都知道 陳老師賺了錢就拿去捐 你會申請嗎 就有一些網友在留言 留言喔 留言我是還好啦 留言我看 其實我偷偷跟大家講 我從來不看那些東西的 其實就算你入法贏了 你傳給我都不會看 所以說其實他們留言講什麼 我基本上我都不會看 為什麼 我連影片都不看啊 因為我沒那麼多時間嘛